你一養了你會脫不住手 真的很喜歡這個品種 你會像養了一個人和一隻貓 這隻看起來有點像古墓 又有點像西斯的狗種 在香港非常罕見 它就是世上現存的少數古老狗種之一 西藏爹里 大家好,我是Kid,這是我先生David Hi,我是David,Dr.David 這是SingSing,她是一歲 她是男生,我們從英國帶她回來的 SingSing的媽媽是獸醫助護 爸爸Dr.David是來自英國的專業獸醫 在香港執業超過15年 幾年前曾經回流回英國 近年重新回港定居 就帶SingSing回來 我們在香港領養了一隻12歲 是很像星星的狗 沒有人知道牠是甚麼狗 上網找 發現我的狗Andy 不知為何無緣無故就拿了下去 就開始看到這個品種的名字 就發現真的好可愛 Andy跟我們去英國 牠就死了 我們還有另一隻狗夫婦 牠就很不開心 我們在英國發現 原來這個品種的狗 是挺有名的 就找了牠回來 就陪婦婦 因為我們移民回來香港 牠就一起回來了 要認識西藏爹里 首先有一點要搞清楚 就是牠們其實並不是爹里犬 牠們從英國 牠們在英國 還有工作 牠們不是工作 牠們是家居 牠們是家居 牠們生身 在英国,我喜欢一群鲜鲜的鲜鲜 你一直在工作? 不是为何工作 除了一个营业或缘调 这是很远 你会有很多我们的鲜鲜鲜 这些鲜鲜是一种原本的鲜鲜 在世界上 至少2000年年过来 我们育成了这些猬来的拉斯 rud丫及 他们出生在池里尼泰 他们在导导的时候 和是宫人的照顾他们 你不能购买他们 你只能得罐他们作为贴员 所以他们成为了超好猩的猩 所以他们以为很殊猩的待样子 他们的状况是非常高 他们被认识了因为他们居住于宫人 那些人遭遇了牠的患者 會受到患者的幸運 這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 令到西藏爹里可以在千多年以來 都保持著血統純正 直至20年代 一位英國女醫生救了一個西藏和尚 和尚送了一對西藏爹里給他帶回英國 自此就被狗會命名開始在外國繁殖 西藏爹里是幸運使者不是吹水 星星就是他們家的幸運星 那時疫情開始了 我們都決定回港回留 有一晚凌晨4時多 星星將一堆垃圾挖在我的臉上 是罐頭來的 是狗罐頭 無緣無故在晚上起床 有些垃圾在臉上 於是便起床了 然後便看電話 原來香港政府把英國列為高危地區 因為那晚其實機票是差崩頭 但因為我突然凌晨起了身 便很快地決定買機票 便成功我們全部人回來 多謝那堆垃圾 西藏爹里擁有一身長毛 尾向上卷是他們的特徵 所以有很多不同顏色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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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不同顏色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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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Jiang 對甜心 平衡 可以見到 代表 好 韐止 小 我開啸 我開啸 清乾 像開啸 松 牠的牙齒也非常鮮 保持牠的冷氣 牠的牙齒是非常特別的 牠很喜歡下山 游泳,很喜歡沙灘 牠爬得起,可以運動 但不運動,又不會太大問題 牠去到沙灘,好像是放監 是瘋狂的,左跑右跑 整個灘跑來跑,再跳入水 再跳出來,不停的 牠很像阿瑞肥仔,很小小 好像是Comedian 好像是笑象 很搞笑,是否很搞笑 是很搞笑的 這個品種的狗,很像貓 總之有得很斜,一定會爬上去 在家就是跳上桌子,櫃頂 高的地方,不知道牠上去做甚麼 總之牠會坐下來 總之牠會坐在那裡,看看你 譬如我們有個籠,牠是用來睡覺的 牠躲在籠上 貓很喜歡偷東西吃 牠也是 總之,你在廚房走開一會 五秒,牠已經跳上升盤吃東西了 養了這款狗的人,都會說牠們是很智能的 但牠們也會說牠會透露你 牠會知道哪個位牠要聽,哪個位不聽 但一歲之前那段時間,其實挺難捱 因為真的很頑皮 真的很頑皮 牠會咬東西,牠會咬玻璃門 牠會咬樓梯,好像橫童一樣 你說牠不聽,你知道牠明白 然後牠是很不肖的 我喜歡牠,真的很難教 大小便,很難教 當你一坐下手,Lidia會不會很快 對,一時前,即是看位 牠是很愛爸爸 那種愛是…好像第三者 好像多生一個女兒,抱緊她 然後在那裡吵她 如果爸爸一點點話話 就好像世界沒人一樣 如果我,即使怎樣罵牠 牠也是…沒用的 牠有一件事非常好 就是牠非常疼愛小朋友 牠和婦相處很好 牠會遷就婦婦 即使玩咬 有時咬大力了 牠也是會嘔吐 會嘔吐 但不會很兇地罵或咬 牠很順,牠真的很順 在放狗時,人們問我,牠是否很乖 我就答不到牠是很乖 不過牠很順 牠是沒甚麼有味的 這件事非常好 如果你說屎臘沙 跟牠的屎臘沙都叫有味 但屎臘沙本身都沒甚麼味 牠是不脫毛的 但你要疏 正常一天疏,疏一次都可以 我擔心牠會吃錯東西 對 失去腸 對,要教這些就 會給大家 我少少擔心 日常護理方面不複雜 但這個品種有一些健康問題 要小心留意 牠們有一款胃腸病 這個叫,在英文叫,Batten B-A-T-T-E-N 這是Nervous System Disease 神經病 所以會有無瘋狀 慢 或有刺激 有刺激 還有Dementia 死亡風險 很普遍 三分之一有個DNA 會有Batten Disease 所以很重要 要測試DNA 牠們很重要 如果一隻狗有DNA 他們不會有疾病 但兩隻狗有DNA 所以兩隻狗有DNA 所以牠們不可以做牠們 牠們不可以牠們 所以牠們沒有這個問題 我們驗了 牠們沒有這個問題 Tibetan Terriers 也有刺激 當牠們年輕時 5、6歲 不只是牠們年輕時 但當牠們年輕時 也有刺激 在香港或是否有DNA 沒有啊 真的沒有 連大陸也沒有 如果有的找我們 有Tibetan Terriers 有人問過有沒有人在香港 沒有 但我有一個答案 暫時只有我們 其花人在 美國 英國很多 英國 我們住的村已經有兩隻 美國 澳洲 德國 德國 俄羅斯 那些地方 總括來說 西藏爹里是 活潑友善 容易致養的狗種 希望不要再有 黑心飼養員 亂繁殖 可以杜絕到牠們的 遺傳病就最好了 提提大家 如果想看更多動物百科 可以在YouTube標題 點擊動物百科的hashtag 就可以看到所有影片 記得訂閱果子啦 還要按下小鈴鐺 還要按下小鈴鐺